大家好,我们是元气梦想团 你们知道吗? 我们用的一次性塑料袋及保力饭盒等等的容器 对地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? 近年来,地球的病越来越重了 人们才意识到环保的行为和用品 让地球慢慢的康复 塑料瓶对我们人体和地球都带危害 久而久之,塑料瓶将会产生毒素 如果长期使用,将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危害 重点是,最近我们也常透过网络 看见了吸管对海龟和其他海洋动物 在网络上的影片里 可以看到吸管插入海龟的鼻孔 导致海龟的鼻孔困难 网络是需要消耗多年的才会慢慢的腐烂 网络融容器是不能以焚烧的方法来消除它们 会导致空气暈染 因为导致空气暈染